2023年的日本杯18匹参战马 全部入门准备起步 一起步的时候 内档的领涵出得快一点 外档升影天下都快 中间本初只可以来个大套 然后春秋芬、御林园 内档那边还有自由岛 中间埋起来的马也有很多 沿后晨枝 然后商栏果决 后一点位置还有野田猛瓶 暂时最后那一匹 公成命纳就先缩内档 转第一个弯的时候 本初只可以放就放 看看放多远 领涵跟着他 第三位就已经是细一 春秋芬来 霸着内篮的领位 在后面还有当然跟着他 自由岛暂时贴着蓝的第四位 升影天下 迈到来耳蝶的第五位 接着马还有圣局在网 他也迈到来不错的位置 看看前面 本初之海越放越越 看看能否放到八、九个马位 看来有 守着第二位是领涵 再整个多两个马位 还未见到马 现在只拍着他一拍 接着春秋芬守着第三 接着他的马还有自由岛 暂时在第四位 拍着他就升影天下 在他后面位置就升局在网 接着就延后呈治 然后马先见到 还有湘南果决 接着是御林员 鲜虹叶 再跟着的马先见到 野田猛禽 埋了内档 在他外側的天璣绝招 然后就飘洋清凡 再后的马 再有尽 王道劍心 外档那批是律式宝马 接着的马也输得很远 打动人心 以及这批功成名纳 远远堕后 已经跑到一千米 起步点的时候 前面戴着头 放到本初之海 镜头都拍不到 10个马位在前面 肯定有 领涵仍然守着第二 细一的春秋分 都没动着 有利放 接着他的马还有自由岛 升局在望 然后马先见到 暂时还很远 那些鲜虹叶 御林员 那些暂时六七位 都还未拍得到 好 见到六字牌 入到最后六百米范围 本初之海仍然在放头 领涵守着第二 春秋分守着第三 接着升影天下 开始骑到内档 自由岛也开始转线 然后上来的马 外档是圆口情之 升局在望 扔出外档是伤蓝果血 入队只有四百米范围 前面本初之海 来到这里 没有了 都缩了 细一上来 春秋分已经见到影 后面上来 还有自由鸟 升影天下 外面是升局在望 追二百米的时候 前面春秋分 两个几百米在前面 追到上来是自由岛 外档上来就升影天下 但前面的细一就是细一 春秋分 找赢这场赛事 三冠的第二关 拿第二名自由岛 第三名升影天下 第四名升局在望 好正路的赛果 春秋分完成了 今届抽冠三冠马的 头两关 春秋分轻易赢 自由岛第二 第三名升影天下 第四名升局在望 都是很轻松的姿态 看着前面本初之海 有他走 那只2000而已 不怕他 你没有说春秋分再赢 自由岛已经跟着他来跑 这些自由岛都很好前套 很厉害 很厉害 你小一岁的 还要贼马 现在三岁贼马 你竟着小一 起码击败了上届 三冠马后系列 两冠王的升影天下 升影天下也算是这样 因为他是伤过来的 升局在望 不错了 跑得回到第四 又好一点了 2175 很轻松 看来三冠都很大机会了 有马纪念了 对了 因为有马他赢过的 领涵也不错 跑到第五 他今天也跟得辛苦 前面那本初之海的方法 第五是他 第六是飘洋清凡 或者是野田猛瓶 野田猛瓶先 好了 结果 世一的春秋分 攻陷了今届的日本杯 我们看重播 那些暂时六七位 都还未拍得到 好了 看到六字牌 入到最后六百米范围的时候 本初之海仍然在放头 领涵守着第二 春秋分守着第三 跟着升影天下 开始骑路 内档自由岛也开始转线 然后上来的马 外档是圆口情之 升局在望 担出外档是伤蓝果血 入队只有四百米范围的时候 前面本初之海 来到这里 没有了 都缩了步了 世一上来了 春秋分已经看到影了 后面上来 就还有自由料 升影天下 外面是升局在望的 追二百米的时候 前面春秋分 两个几百米在前面 追到上来是自由岛 外档上来就升影天下 但前面的世一就是世一 春秋分找赢这场赛事 三冠的帝君 拿来第二名自由岛 第三名升影天下 第四名就升局在望 看到李慕华就很激动 很激动 可能压力都很大 在前可能自由岛的挑战 但跑下去就没得挑战 春秋分 轻松取胜 回到香港 接着来到第五场赛事 这场有四班跑1600米 这条档都是20.5米 很静奴 跑第一名就是二号春秋分 独人派12.5米 位置派10.1米 跑第一名是一号的自由岛 位置派15米 跑第三名就是17号 升影天下位置派32元 连人位一答二派20.5米 二重彩二号一号顺序派28元 三重彩立二号一号 十七号顺序派126元 单T派71元 位置Q一答二派15元 二答17派47.5米 一答17派76.5米 排第四名就是5号的领涵 一答17是位置Q很分的 单T 那玩两只可以 单T都是71元 有76.5米 一答17 不用帮到二来 虽然二十在 还多分5元 位置Q一答二派15元 二答17派47.5米 一答17派76.5米 二重彩二号一号顺序派28元 四连环一号二号五号 十七号派157元 四重彩二号一号 十七号五号顺序派763元 赛4号顺序派27.5米 赛4号顺序派 3号顺序派 1号顺序派 1号顺序派 感谢观看